大口大口大口 大口大口 任何年龄段 任何国籍 任何人种 只要是女人 她就可以聊得上了 我们这里最会开车的女人是吧 应该这个方向卡在那边 我这把免贬 要不然你出去 大口大口 让女王 dans 我 你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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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大家好我是丑丑 大家好我是丑丑 虽然大家每天看我们的影片都是在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但其实我们来地容的目的是为了上学 是吗 你不是说我都忘了 既然作为学生我们就有作业要做 那我们这星期的作业就是来勃耿地的各个酒庄来考察一下 看看他们的葡萄种的怎么样 葡萄园管理的怎么样 酒酿的怎么样 再看看他们的绩效是怎么样的 什么翻了38眼看绩效呢还在巡视对吧 要拿出那种气势 ok 然后所以呢这是厉害了 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走走不同的酒庄 然后我们再一起探讨一下什么是葡萄酒 然后什么是风土啊 然后什么是普根地 普根地的葡萄酒为什么的这么屌是不是 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还要去一个所谓风土的发源地 那是什么 一个叫西多修道院的地方 对吧 然后我们还要干什么 喝酒 最重要的还是喝酒了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好啰嗦 我们今天来到的第一个地标呢 不是一个酒庄 而是一个宗教建筑 叫做西多修道院 它可以说是所谓的风土的发源地 也可以说是法国主流葡萄酒文化的发源地 在大约11世纪末的时候 一群僧侣们因为看不惯本土修道会的交涉的生活方式来到了这里 那他们就把种植葡萄和酿造弥撒所用的葡萄酒作为修行方式的一种 渐渐地他们开始发现 他们所耕种的不同和不同地块之间的葡萄 酿造出来的酒在风味上是有差别的 那么何老师我们一直以为 风土是葡萄酒世界最为被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那你是怎么理解风土的 风土对你来讲有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风土很简单 风土包括包括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包括我们说的天 地 人 这三个的因素当中 我们的人为了尊重表达尊重大自然的一种的谦卑 所以我们把人这个的概念放在了最后 但其实在天 地 人三个概念当中 人它是一个核心的位置 因为只有人把天 天 地 连接起来 这个才能够营充我们所谓的风土 在伯耿地里面有一句非常好的话 就是我们说理解风土的时候 我们要抬头望天 低头看地 那么谁去看天 那么谁去望地 就是我们人去看地 如果没有了人的权在 那么土地它只是一个土地 当只有人去理解了这个土地 理解了这个大自然 然后再经过他自己一些的思考方式 然后通过他自己一些个人的方式去演绎出来表达出来 所以形成了这个的理念 我们就叫做风土 嗯 那何老师如果走出伯耿地 你觉得世界上其他新兴的葡萄酒产区 还会有风土这个概念存在吗 在不同的一些的国家和不同的产区 它们有它们自己一些所谓的风土的概念 但是如果你要说风土这个的概念 它的一个原始性化 那么只存在在伯耿地 因为伯耿地人他们对葡萄酒的理解 是有实际上独一无二的 很多人以为伯耿地的葡萄酒 它的分籍制度很复杂 是因为他们的土地很复杂 其实不是 是因为伯耿地人他们的脑袋复杂 因为土地是由人去划分出来的 就让它们在来 一路上有东西 就让它们在来 一路上有所谓的 是一个小路的地方 啊 就让它们在来 一路上有什么小路的地方 一路上有的小路 一路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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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越来越多了 一路上走 所以让它就越来越多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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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我们要喝几款酒 我们今天要喝八款酒 然后今天我们会喝到一个 POMBOK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的地块 就是这一个 COKTEL SEPHON 这一个POMBOKU 是POMBOK最好的一个地块 然后我们今天可以喝到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黑啊 虽然我们不能以一个价格 来确定一个酒能好坏 但是这个89欧的真的好好喝啊 它好浓的那种就是生油桃的那种味道 这个味道就是挺特别的 就不一定就是在其他的白里面 能喝到这个味道 而且呢 它是在那个SHAMS的这个地块里面量造的 CHATEL DE MACHOTE 是这个地块里面就是最大的一个拥有者 它有4点几公顷 但是其他的一些酒中的话 都只能拥有就是0点几或1点几公顷这样子 好喝吗 啊 难怪你喜欢这一个特别的 你能看到吗 我可以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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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酒体特别特别的饱满 然后香气非常的集中 它的那个酸度跟那个香气就是平衡的特别的好 然后复杂度也很够 而且就是我嘴里的那个FASTING的那个味道是很干净 但是它又很持久的那种感觉 所以值不值89欧 那我觉得我可能不会买 给你喝值白小的给我喝值 在这样录 吐我嘴里 吐嘴里吐嘴里 我会想借着一句话蹭他半口酒 好想喝了 他在吃他80多呢 我再喝一口 我觉得它的那个FINISH SHOW的比之前的那几个要干净一点 对 对 有剩了很多 生情味被遮盖了很多 对 之前的那几款我都觉得有点紧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还挺好 2016是一个好的年份 对 2016年的 但是它其实喝着还挺年轻的 对 这个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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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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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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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的Mark de Bourgogne 因为刚才它给我们介绍的时候 它是每一 它们每一款的Mark de Bourgogne 它们在百分之百的新香木桶里面放十四年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是十四年的哦 这个蒸馏的Mark就是这个果家蒸馏酒的话 在伯根地其实还蛮少做的 在做的最多的地方是乳拉 乳拉就很擅长做一种各种各样就是非常特别奇奇怪怪的酒 比如说是稻草酒或者是黄酒 还有这个果家蒸馏酒 这个是很特别的 对 本次可以非常做 对 对 你要不喝的话给我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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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又会给你讲到一个高比哥的喝酒里头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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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我们逛的这家酒庄它叫Château de Massot 嗯 就是我在伯根地经常发现的其实是Domaine Domaine de Homenicante 对这些东西 但是为什么它会有Château这样波尔多方式的命名方式呢 嗯 其实呢很多人以为呢就是以为在波尔多都是一些的Château 然后在伯根地都是一些Domaine 嗯 其实如果要说这个的问题的话 其实就要牵扯到了一个的在法国的农业制度 嗯 那这个农业制度的话我们要追溯到呢就是查理曼大地 就是我们在伯根地有一块的特资源的田 那个叫做葛东桑德曼 就是这个查理曼大地 那个时候的话是要追溯到法国的这个的卡罗尼王朝 卡罗尼王朝的话在查理曼大地 它就创造了一种的农业制度 嗯 那种的农业制度用法语的话就叫做盧丝卧 其实用翻译过来的中文就是叫农炉制度 农炉制度 农炉制度 就是说它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的奴地 就是用它们去干一些的轮廓 嗯 然后他们就组成了一个的小的农业制度的单位 这个单位就叫做Domaine 也叫做Villa 嗯 如果再大一点呢就是再多若干戈的一些的农炉 然后再组成了一个大的一个的农业单位 这个单位就叫做雪豆 所以就是小地主 大地主 雪豆就是大地主 Domaine就是小地主 没错 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好理解的一个概念 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的波多 其实我们也有一家酒庄叫做Domaine 其实他们是一个农业的制度 嗯 所以不要以为在波多就没有Domaine 嗯 然后在波甘地就没有雪头 OK 明白明白 好紧张哦 哈哈哈哈 我好像麻了 哈哈哈哈 我把我吃了 我把我鼻子弄了 哈哈哈 鼻子弄大了 既然我们今天来到了雪飞胜费蛋了 大家要喝一瓶 雪飞胜费蛋了 哇操 这个酒很贵耶 哇操 这个酒很贵耶 哈哈哈哈 还好咯 这人有很热 这人有很热 你怎么吹啊 不要打扰 不要打扰 我现在是 这个服装的 还是那个 这个 这个吃 那个 又是一瓶 GP的酒 和老师的最爱之一 OK 来吧 何老师点评一下 这个酒如何 其实这个酒的话呢 都是一如自往的 去费的风格 十元离美式吃饭 今天有点要向师傅 fer 越来越多了 一项 这是 reflections 这杯先敬我的老师是何德信先生 祝何德信先生在周围什么的 吃好喝好 何老师往这边看 这是正为你打下的葡萄园 所以呢你看我们看这些有一些坡度上面的园 那你是觉得他们这个种出来的葡萄 大概是什么样的等级 一般来说呢我们国庚地 我们分成三个大的不同的等级 比如大区级 然后还有一些的村庄级 然后还有一些的一级园 还有特级园 那如果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个 按照它这个的坡度 还有地理位置去说的话 应该它是介于这一个的村庄级 跟这个的一资源这个的葡萄固这个等级 那而且特别有意思就是呢 以前这一个我们看到了这个的地块 一眼望过去 因为它是处于这个坡 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的位置了 但是随着这个今年的这个的 传球暖化的这个的现象呢 以前一些可能中不出一些很高品质 一些葡萄园的地块 今年得益于这个全球的软化 我们都可以在一些坡度比较高 以前认为不是很好地块的一些的地方 种植出一些品质很好的葡萄园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买葡萄酒的时候 一定要一定要记得去实地考察一下 看看它所在的一些地块 所在它一个的坡度 如果这样子的话 之后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很好的 保装酒装了 我不想走了 我们在南区域里 这就是很大的 在柠檬里 因为在柠檬里 因为在柠檬里 它们有只有3到5个坡 所以我们有37个坡 在白色和红色 我们在柠檬里 在柠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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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走进去 可以 在柠檬里